中信网6月7日电 据美国广播公司BBC7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如果他的儿子亨特在枪支案审判中被定罪 他将不会进行赦免 据报道 当美国广播公司BBC主持人向拜登提问说 他是否会接受儿子亨特的枪支案审判结果时 拜登回答说 是的 当被问及是否会排除对亨特进行赦免时 拜登再次答道 是的 另据金融时报报道 亨特于当地时间3日在特拉华州的一家法院出庭应对枪支指控 这是美国现任总统的儿子首次接受审判 美国广播公司BBC指出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审判 此前报道称 2023年9月14日 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以枪支相关罪名起诉亨特 拜登 亨特 拜登面临三项指控 其中涉及他于2018年10月构枪时 在填写构枪相关文件中隐瞒其吸毒事情 这三项均为美国联邦重罪 若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长达25年的监禁 美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 在遭到检察官起诉后 亨特 拜登曾表示拒绝认罪 如果 Tu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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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ernatives 请不吝点赞作诀讯